那我在想六四是一个 在我们青年时期 大概是你绕过去的一个话题 您是参与过 对 我这个参与呢 我们叫做外围的参与 我们不是在天安门馆场上参与 我当时是在徐州 徐州是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当时的身份证 我是学生会副主席 学生会发动全校学生组织 去游行请愿 我记得很有意思 我负责写标语 但那个时候的标语 还没有写达到共产党这种话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标语 实际上所谓的一些诉求 都是叫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达到关岛 什么不自由物临死 诸如此类的这种话 你知道吧 但实时求是说 我觉得那个时候 大家之所以要参加游行示威 并不是意味着说 我们当时对自由民主 这些东西有多么深的理解 说句老实话 那么年轻 我们那时候才十七八岁 我们的学长才十九岁 二十岁 也就谁对自由民主 有那么深的了解 对吧 我看很多学生 我们很多同学 基本上是因为什么 怕考试 冲上到不考试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正好是五月 我印象当中是 我们出去游行是 五月二十几号 五月二十几号 当那段时间 正好是要考试 很多时候 正好不考试了 出去 大家一起出去冲 很兴奋 我们安排了一些人 去喊口号 散门特别大的 我记得有个姓戴的 一个同学 散门特别大 他一出门就喊 打倒共产党 卧槽 大家都吓一跳 我们没说过 我们标语里面 没这口号 那他这句话 是从哪来的呢 他内心深处 为什么会生出 这么一句话出来呢 我觉得那小家伙 也挺小的 反正他莫名其妙 就是他兴奋 兴奋一充 就喊 打倒共产党 大概过去是 叫打倒国民党 他现在跟着 打倒国产党 那么吓一跳 说他妈的 你侮辱他的嘴 就不要叫他 在这儿瞎喊 瞎喊 因为当时有警察 陪着我们 警察看着我们 我记得在六四的 就是在 从四月份到五月份之间 我不是经常 给我爸写信吗 我给我爸写信的 说中国现在 这个社会太腐败了 我们做学生 应该担起国家的重任 我们要反对官岛 反对腐败 反对什么 我爸说 千万不要反对共产党 你如果反对共产党 你就是死路一逃 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 吃过大魁 因为他是因言祸罪 坐过牢的 反对毛主席 他以前当兵的时候 我这次在他去世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以前坐过牢 你之前都是不知道 我爸从来不说 他以前在部队的时候 他写过在厕所上面 以前农村的厕所 就是那种带板子的 他写在那个板子上 叫毛主席好事好 就是我们肚子吃不饱 他就写了一句打游诗 你知道吧 结果被人汇报了 我是问我舅舅 我才知道这个事 我爸自己从来 没提过这件事情过 因为这次 就上个月我爸去世 然后我在他的户口本上面 上面写着 1969年4月刑满释放 户口本上会有这样一个标注吗 有1969年户口记录上面 有这个记录 我当时我吓一跳 我说我爸难道是犯罪分子吗 然后我就特别想解开这个谜 我就去问我舅舅 我舅舅说 他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 或者被牢改了三年还是四年 就因为一句打游诗 对 后果太严重了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爸 他不知道什么叫言论自由 他可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 这些东西 他只是说实话 他不怕水平靠 他就说句实话 对 说句实话 就是好事好 只是自不自吃不饱 其实在部队里面都是很饿 那个时候 Anyway 我们再说回广场请愿 然后广场请愿 这是第一天就结束了 第二天 然后又过了几天 自徐州师范学院 还有中国跨越大区的人过来串联 说今天晚上有重要行动 要干嘛 说徐州第十二军团 那个军营在徐州市区 我们学校周边有一个坦克师 说我们今天 明天一大早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赌军营 要阻止军人北上去镇压学生 那个时候公交车司机很好 看见我们出发了 说免费上车 送到军营那儿去 送到哪儿去 冷得要命 然后就围着 那个军营好大 围着那个军营狂跑 狂奔 就看哪有军人 因为军营有很多出口 你不知道他从哪个出口出来 我记得当时学生带着那个红布袋 拿着小红机 围着那个军营到处狂跑 我们就跟着在后面 一直转圈转圈 大概有多少学生 就围那个军营 就围那个军营 当时我目测的话 大概有几百个吧 几百个学生吧 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敢冲进军营 为什么门口有哨兵站稿 端着冲锋枪 端着步枪 也不敢 只是在门口喊口号 说禁止屠杀行程 不允许屠杀学生 什么之类的 反正士兵也不理我们 军营里面也没有人会出来接见我们 反正我们就一直在那喊口号 很有趣的一个细节 当时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过来找我们 我记得我看见我们班主任了 然后看见我们学校的领导的过来找我们 说劝我们回去 我当时躲着 我想见他们 还有一个细节蛮感人的 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 徐州的有些工厂的自发的组织给学生送饭 我记得是送胡拉汤 还有大馒头 用卡车运过来的 给学生当日能央命 迫切需要食物 你知道吧 迫切需要食物 后来大概围到了 从早晨一直围到了下午 五六点钟 后来旁边的很多人说 你知道吗 这部队早就在夜里 已经早就走了 一部分是趁飞机走 一部分是军用专业走 你们根本在这 你们在这下起哄 围什么围 人家早就走了 早就走了 后来大家听说这句话之后 大家就散掉 就散掉了 我后来听说 他们去 去茅村火车上 围堵 围堵军车的 火车的这些学生 回来之后 也没有什么收获 有个别的 大概有一些士兵 被拉下来了 但大部分也都是 平民武装 就是穿着平民的负担 你也无法认识 他到底是军人 还是什么 反正拦下了不少 造成了交通大互乱 整个全国的交通 都陷入瘫痪 全国的交通陷入瘫痪 铁路交通 铁路交通陷入瘫痪 反正这个事情 到最后也就这样了 也就这样了 到了5月20之后 后来 就是这两次 游行示威之后 我们再组织学生 就很难再把学生 组织起来 到了6月3号 6月4号之后 我们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 组织看新闻 组织看新闻 然后就看 戒严部队 已经进入天文广场 进行清场 然后我们看了一些消息 当然你看到 中央电视台指示 士兵被挂在天桥上 被烧死的 看到有人砸 那个士兵的 还有人放火烧 装甲车什么之类的 你看到当然都是这方面的宣传 官方的一个宣传 官方的宣传 官方的宣传 至于死的多少学生 这个天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你刚才也说到很多同学 是为了不考试 去参加这场运动 那对于你来说 你个人当时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动机呢 我其实对这些东西也不了解 实际上讲都是盲从 因为那个时候学生运动 叫什么叫风生水起 全国各地都在搞串联 串联到我们学院来 我们觉得好开心 好兴奋 非常的开心和兴奋 但是你要说我们对自由 民主这些东西 有多么深的了解 我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不但说我自己没有 今天我坐在这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 我可以说 即使是当初的学生领袖 像王丹 吴尔凯西 柴玲 包括一大批的知识分子 再更老一点的 比如像方立芝 王若旺 还有谁 刘 刘什么 刘兵燕 在早期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自由民主 有多少的了解 我也不觉得 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看 说刘晓波 刘晓波只是知识分子而已 他对自由民主 有很深的体会吗 我不觉得 因为我在美国 自从我在美国 已经生活就是第九年了 我对美国社会 有很多的观察和思考 所以我才站在 我五十岁的年龄 再回看我自己 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非常坦率说 我自己对自由民主 没有什么了解 那个时候参加这种运动 纯粹是比较 纯粹是盲目的 站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生阅历 再回头看整个六四运动 你怎么评价它呢 我觉得六四运动在整个 如果你只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看的话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 你会得出这么一个历史权的 叫中国政府残暴的镇压学生 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更远的 更长的一个历史来看的话 我觉得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是一个小插曲 是中国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它也许在某一段时间 在某一段时间 它能起到文宣上面的作用 文宣上面的作用 比如说美国需要拿起这件事情来说 你看多么残暴 多么邪恶 你说共产党很显然 在这个舆论战线上 共产党输了 它输了 但是我当时 我现在回过头来 在回顾看整段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六四事件 大概是共产党杀人最心思手远的一次 算是最犹豫不决的一次了 共产党 它之所以犹豫不决 并不是因为它善良 而是因为当时的左右的国际环境所导致 1980年代中国刚改革开放 中国还是 邓小平在1979年返美之后 访美之后 它还是有求于世界的 因为它知道中国经济不行了 它要搞改革开放 它要发展经济 它就所以 所以它很注重自己的所谓的国际声望 这就是为什么 四月份开始闹事 四月份开始闹事 迟迟不决 到了六月份才动手呢 共产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就像黑社会一样的心态 我要杀鸡静鸿 我要不杀几个人的话 你们都不会害怕 他们吸取了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 我觉得共产党它是吸取了一些经验 如果你看五四运动 火烧炸家楼 痛打张宗祥 把那个曹汝林家的房子给烧了 对吧 现在如果在美国 这也是犯罪分子 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但是你不可以烧人家的房子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定义为一场 叫做爱国主义运动 这种事情都被忽略掉了 对 都被忽略掉了 但是五四运动之所以到最后胜利 就是迫使北洋政府做出让步之后 实际上是大大的削弱了 北洋政府的威望和统治能力 这个造成背后的 跟它背后的后来军阀分裂 军阀混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 共产党吸取了这个教训 它绝对不会在学生面前让步的 而且如果你站在 学生运动领袖的这边来看的话 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 应该来说 他们是非常缺乏组织群动运动的经验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适可而知 如果你看2021年 2022年 加拿大沃泰华内卡什斯基工会组织的游行示威 我认为是在群动的一种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群众示威活动 先好就说 而且有组织有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先设定小目标 根本不会提出 像我们要民主要自由 这么空洞而无谓的口号的 因为我们要自由要民主 是一个非常大的口号 自由和民主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东西 它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的建设过程 但是那个时候对自由和民主到底是什么 它该怎么去建设 它的运动的数学到底是什么 一无所知 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 叫打倒关岛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提出来 如果打倒关岛 清除腐败的话 共产党自己也在做 那个时候还有理论上的一些争论 你比如说魏京生那个时候 在76年他提出来 魏京生搞这个 76年搞那个北京之春的时候 魏京生当时的政治主张 他是非常明确 他认为第一 邓小平搞独裁 第二个就是自由和民主 在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 哪个是更优先 魏京生的主张说 言论自由也好 自由也好 或者民主政治也好 那个更重要 经济发展是次要的 这是他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和主张 所以他要达到邓小平 所以那件事 把他送到监狱去 所以他到现在一直是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主张 比如说魏京生在提出来说 他一直强烈的批判说 美国在1998年 入市贸易谈判的时候 给予中国的最后国待遇 不把最后国待遇 跟中国的人权问题挂钩 这是美国政府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是他对美国政府的一个批评 他对美国政府的第二个批评是 美国的有些人认为说 经济发展会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培养了一大批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有政治诉求 就会要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然后再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美国的梦也破灭了 你看看 你们错了吧 当初你们就不应该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应该中国只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是做企业的 我自己回过头来再看 经济发展 自由民主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你比如说罗斯福提示四大自由的时候 言论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什么叫做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不就是经济发展吗 它也是自由之一 它和言论自由之间有没有冲突呢 有时候有冲突 有时候没冲突 我觉得共产党在对待言论自由的策略上面 我觉得他们自己认识的不清楚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言论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 但是民主和经济发展会有矛盾 民主本身天然带有反资本主义的色彩在里面 如果你看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当年不也是利用民主运动 叫宪章运动反对资本家吗 对吧 反对资本家 民主本身包含了限制经济发展的某些因素在背后 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是有矛盾的 所以你看印度为什么搞了那么多年的民主 它的经济发展一直都做得不好 是因为说句老说 大家各说各话 共产党提出来说 如果说你那个时候提出来 是不是允许民营经济去办媒体 比如说私人办媒体 或者说共产党去取消这个所谓的言论审查 我认为共产党那个时候自己心理上并没有准备好 他们内部有很多的争论 他们内部有很多的争论 比如说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所谓的改革派 改革派他们可能主张更加宽松和自由 给学生或者给媒体或者给知识分子更大的学生和自由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的自己到自己如果掌权的话 他们也喜欢言论自由 但是他们需要言论自由去打击邓小平或者是中共的巴佬 这个本质上来说六四运动 我可以把它定义为它是一个权力斗争 两条路线的斗争 不客气的说 学生在这个里面是被当枪使的 被当枪使的 死人是权力斗争当中双方的需要 掌权的那一方说我不杀人 我不杀人我不足以贫民愤 或者说我不足以控制政权 所谓权力就是说我要有杀人的权力 但是站在学生运动或者是学生运动领袖的某个角度上来说 我记得他们好像以前曾经有过人说过一句话 说只有馆场上的鲜血才能插点中国人的眼睛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只有让一部分人去死 死了之后才会给他打他的脸 说你是多么的残暴 你是多么的邪恶 你是个杀人狂魔 把共产党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是文宣意义上的 他们在舆论上面可以掌握主动 我可以这样讲 西方的媒体也好 或者很多的媒体也好 他们是不是在内心里的盼望着这个地方 有一场流血呢 媒体本身具有嗜血的特征 他们希望把事搞大 这有嗜血的特征 所以这场运动在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 我是做企业的 我们做企业的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只看现实的博弈的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什么时候才能够使这个叫做绩效最大化 这是最最重要的 这个学生运动 我有的时候觉得群众运动具有盲目性和冲动性的特征 你比如说在426 426这个社论之后 426社论之后 王丹他们也好 还有柴玲啊 还有谁啊 他们一大批的这个 还有乌尔凯西 他们这一帮人说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求 李鹏把这个426社论 关于动乱的这个定义给 这个人民日报的社论给撤销 要他们认错 这共产党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之后 他已经肯定了 学生运动不是动乱 是爱国主义 是爱国运动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学生要散了 但是很多学生说 不行 因为你还说我们这个 说我们是动乱 我们一定要跟你争口气 把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实际上 你看后面的绝世的运动 已经变成了面子之争 而不是真正的 偏离了当初原来运动的主题 叫做打倒关岛 要自由 要民主等等 最后变成焦点是 你要不要认错 这是不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 大家就双方的僵持不下 等于说 李鹏也不是他自己 李鹏后面有中共八老 有邓小平 有陈云等等人的背书 他才敢 他才敢说这句话的 对不对 你让他认错 不就是让一帮的 所谓的保守势力认错 而且他们是掌权派 赵紫阳那个时候 说你们是爱国的 其实有些学生 已经开始就准备回去了 但是又召集了 很多的学生开始绝食 实际上邓小平 你在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定性地说 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已经变成了 一个权力斗争来源 如果不把赵紫阳给弄下去 我们这帮人就完蛋 甚至所谓的改革开放 就要完蛋 邓小平在这个里面的判断里面 有没有正确的部分 当然有正确的部分 他的正确的部分是 叫做经济发展 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 政治和社会环境 这句话没错 这个判断我认为 到现在我认为都没错 但是怎么个稳定法 自古以来在政治和哲学传统上 就有两个传统 一个叫做专制 通过专制的方式 来维持社会稳定 通过压制人民的声音 第二个就是 以美国正面为代表的 或者英美为代表的 所谓叫共识政治 我们也可以有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最终可以达成共识 就共识政治和专制政治 和极权政治的问题 只是他们用的是这种方式 没错 如果真正的民主 可以是一个非常健全的 共识政治的话 民主制度是很有利于 经济发展的 但很可惜 共识政治并不是那么容易 达成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在2000年来 一直用的是压制的这种方式 他们就用压制这种方式 所以问题不在于 他就判断有什么 而是用什么手段 去达成所谓的政治稳定问题 对吧 他用了压制学生运动的这种方式 来使得国内恢复秩序 恢复稳定 恢复经济发展 这个没错 这是人类历史上证明 而且在东亚历史上 这个也不是第一例 韩国的经济发展 比如说 朴正熙 在1960年代 发动军事政变 上台之后 实际上在那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韩国的经济也经历了一个 高速发展的过程 所以 独裁也好 专制也好 是不是有利经济发展 和民主政治 是不是有利经济发展 这个现在 在政治学界的讨论 实际上是没有公认的结论 谈到共产党 很多人喜欢用一个很有趣的词语 说共产党是残暴的 邪恶的 我一直觉得对这个词语 有一种怀疑 好像把共产党已经人格化了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好吗 我们只能说某一个人是残暴的 这人是个杀人魔王 是的 你对某些连黄杀手 可以用这个词语去说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 共产党 它这个组织形式是由 它很深的文化和历史的心理结构 所造成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的结构里面 它包含了人类内心里面 人类潜意识里面 所有的好的坏的 更复杂光谱的那些东西 不要只看这个一面 也不要只看那个一面 反正会 我反正到了年龄越大 我就不在意什么 好 坏 愁 美 正义 邪恶 这样子的词语 去形容我自己的 去看待这个世界了 我看待世界 可能会有更宽望的一个灰度在背后 这是一个 可能是我做企业 做时间久了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也希望 中国和美国 在这个竞争和活着 希望他们能够双赢 有一种双赢的思维模式 希望有一种 大家都用双赢的思维模式来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是 有的时候你知道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会不会走向战争呢 会不会在台湾搞点事呢 会不会 有可能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脑子一发疯 尤其是独裁者 你指不定他哪天情绪崩溃 他就会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 因为他们最大的问题 主要还是信息检防的问题 比如普京对乌克兰动手这件事情来说 我觉得任何 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很不理智的选择 他有很多的方案可以选 为什么要选这条路 我不希望中国和美国之间 有一天走向战争的变野 这是对全世界巨大的灾难 全世界的范围 巨大的灾难 我也有亲戚朋友在中国 我也亲戚在这对谁有好处 除了对那些战争贩子 美国的军货商 或者是对中国的像习近平政权 为了要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通过发动战争来转移矛盾和焦点 来获取政权的合法性 也许对他们有利 一小部分的执政者有利 但是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 普通人说那是巨大的灾难 好了 巨大的灾难 对全世界来说 它是巨大的灾难 我希望这一天不要发生 哪怕慢慢来 慢慢来 能够一步一步地走 我也希望美国在竞争当中 跟中国的所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当中 美国人当然会有一种恐惧感 就是说中国现在世界经济 是世界第二了 它会引起它的不安 会不会有所谓的过去的合作伙伴 变成竞争对手 由竞争对手变成敌人 因为这个要看 有的时候形势会发生变化的 形势会发生变化 一旦这个形势发生变化 双方走向对抗的话 然后这个对抗就会 这个里面有一个时间关节点 有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 中美国之间的关系 它有某种程度上 它有一定的敌意了 有一定敌意的存在 我不希望这个敌意升级 不希望这个敌意升级